最後的結論是支持Face也好 不支持Face也好 都不會影響到你的結果 我們要看點過程的資料收集 還有你怎麼導出你最後的結論 這個才是我們要看的 從這個過程中去看看你的批判的能力 收集資料的能力 這些才是我們想看的 這樣各位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這個過程怎麼做出來的過程 我們這才是我們覺得重要的東西 而不是結果對跟錯 絕對結果的好跟壞 不是 為什麼我們這樣看 因為我們最終的目的 跟剛剛的課程一樣 還是想看看 你從這門課裡面 有沒有學到這門課該有的學科能力 還有你怎麼去分析這個問題 跟解決這個問題的能力 就回到剛剛我講那個能力的問題 還有你有沒有喜歡這個學科 你願意花時間在這個學科上面 因為這個是一個學科的作業跟作品上面 像各位這樣可以理解嗎 我們沒有要看這個 一定要哪一個學科 那各位這樣說真的會這樣子嗎 你會不會騙我 你就只是這樣講而已 那我要跟各位這樣講 你可以看我們真的已經有公告了 這個不是我們隨便講的事情這樣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們學校的奠基系 在右邊我剛剛前面不是講的嗎 還有一些備注來 一般這樣都沒有注意到 我們在已經告訴我們了 我們的審查的方向跟重點 在右邊這個地方 在修課紀錄這個地方 我們就寫說 我們不強調修課的學分數跟領域數 請你在學習一層制度中 具體說明選修相關領域科目的 課程的動機沒有跟修課性的 我們都已經直接跟貴獎一說了 請你寫 這個才是我們的審查重點 這個後面這個才是我們的審查重點 第二個學業成績我們會看 我們看你的學業總成績 還有數學跟英文可能還有物理的成績 就這樣自然代表都是物理 好那接下來 學科課程學習成果也是一樣 請提供能展現你數學邏輯推理資訊科學的 課程學這個就是相關的 哪些是相關的已經告訴你 還有我們重視的是歷程心得跟反思 重視不算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大家會說哎呀 只有你們中商大學有這樣做啦 有沒有其他學校已經這樣做 跟大家報告還有 大家可以去看清華大學是這樣的 沒有講好 但寫的幾乎是一樣的東西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清華 這是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家族 那前面當然就是寫了一些 我的學系很好 這些話大家可以不用看 好大家都知道他很好 我也知道 所以這幾次寫不寫看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重點是後面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他的修課紀錄準備也是一樣 你有沒有修過重點名譽的科目或課程 有修過就好 具體說明修習的動機理由 跟課頭心得 可以在學習一層制度上說明 他在告訴你說 請你在學習一層制度裡 你就寫我修了課心的動機跟理由 請你寫 課程 他的那個 成績的部分 他只有寫他審查總成績 因為他們的那個學校比較厲害 只看總成績 他一樣可以選到很厲害的學生 那第二個 課程學習成果也是一樣 他說明了 重點名譽的那個 他請你說 就是請你說明這個 這個 歷程跟成果就可以了 有沒有 他說也是 只要說你怎麼做出來的 歷程跟成果 還有另外他有告訴你 相關性是哪些 數學 邏輯 推領 程式設計 或自然科學能力 有沒有覺得 跟剛剛你剛剛的電機器很像 其實就差不多的東西 就讓大家知道說 真的有很多的學校 都有直接告訴你說 我們審查的方向 我剛剛講的一件事情 不是騙你們的 我們都直接了當地告訴你們 我們的重點在這裡 在這裡 那接下來 講完了課程學習之後 跟修課紀錄之後 最後一個講多元表現 那跟大家講一樣 多元表現最多實踐 那這裡有八種 每一個學習最多可以勾四項 那這四種 那這四種呢 有勾了表示說 學生不用全部都教 至少有一項 我為什麼會說 主導 你剛剛不是說 一項都不教也沒關係吧 就與我們剛剛講我們的電機器 那為什麼會跟他們說 至少有一課就可以了 我為什麼會這樣寫 原因是因為 大部分的學習 包含我們電機器 都有高中自主學習計畫 或成果嘛 那這個是學校的課程 應該都有做 然後也可以教資料上 所以至少可以教這一份 這個跟有沒有去課外參加什麼活動 這些都沒有關係 這是學校的課程 所以大家至少都可以 教出這個東西出來 教出這個東西出來 這樣子 這個跟後面這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們怎麼審呢 我們就一樣用校內的表現優先 重視收穫 心得跟學習的連結 所以我剛剛再一次講 再一個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不管我們要的項目是什麼 是背後的那個能力跟動機嗎 所以不用再問我 參加交代的營隊有沒有加分 什麼 五天一萬塊的營隊有沒有加分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的辣學老師們看到這個東西來 只會有兩個感想 第一個 這個家裡真有錢 第二個這個小孩子又好可憐 被媽媽逼去了 通常都是媽媽逼的 因為說要收集豐富的學習議程檔案 可是各位講 從剛剛到現在 我有講什麼叫做豐富的學習議程檔案 這種東西嗎 沒有嘛對不對 重點是你到底能不能從資料裡面 讓我們看出來你有喜歡這個學科 如果你是因為自己想要參加材料的課程 上有感想的學校東西 那你寫了當然會有用 可是沒有你只是去 然後去那邊上課 去那邊就住在那邊 然後跟著大學的同學們一起玩大地活動 就這樣過了五天 我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我自己在大學當招生主招 我整天看著學生辦營隊活動 我怎麼會不知道他們營隊活動都在幹嘛呢 那其實都沒有學到東西啊 學生怎麼可能會有些什麼心得這樣子 所以不用 不用積這些東西 除非學生真的有興趣 除非學生真的有興趣 所以記得一定要寫收穫心得 這才能看出跟學習的能力這件事情連結 每一個項目我想就不用再多說 我剛剛前面講社團也是一樣 社團或者他就特別指明哪種社團 可能是希望從這個社團裡面看出 你有沒有專業的一個能力 就是術理的社團 但是你也要寫說 你參加這個術理出來 你有沒有學到術理方面的東西啊 你有寫的跟沒有一樣 那如果他只是要看你的證明 他可能希望你有溝通能力寫到能力 幹部我剛剛也講過服務學寫實 那競賽檢定證照這個東西 多半以後是跟專業的學科能力有關係 就是第一個能力的問題 所以他背後其實就代表的是能力 既然是能力 除非你很明確的 是一張多一900分 那你就不用寫 那就代表你的能力 或者是AECS是5跟5 那就不用寫代表能力 否則你都要寫說你在這個過程中你學到什麼東西 這樣才能夠證明你的能力 或者你有強烈的申請動機 這樣各位這樣可以理解 所以你會發現到喔 多元表現也要寫忠誠心得喔 沒有寫就不能夠證明說 你擁有這樣的能力或特質 所以不用再去積那些東西了 第一個積那個不能代表你的能力 積時數 第二個就算沒有這個項目 要證明那些能力可以從其他地方去證 好好的把學校的課上好就可以了 我特別要再講的是高中自主學計劃 因為至少有印度可能是這個 那為什麼大部分的學系有勾了自主學計劃分證照 大家有發現到嗎 87%的二類系有說我會看高中自主學計劃分成果 大家愛集的那些東西啊 社團啊 競賽啊 檢驚證照 連一半都沒有 你當然可以看到志工服務啦 幹部啦 檢驚證照 總理二分之一都沒有 三分之一都沒有 三分之一都沒有 我跟大家講 台大電機器 為了不想讓大家擠這些東西啊 他多元表現啊 一個都不想勾 他說你們不要擠了 你們擠這些東西 我都一點都不想看 每次擠這些沒有用的點數來給我看幹嘛這樣 佔了那個學習 佔了那個書審資料的頁數 我都不想看 所以他的那個課 這個剛剛我等一下給大家看 他一個都沒有勾 他一個都沒有 他意思就是你們不要擠這些東西 你們不要擠這個東西 當然87.2的校信 有夠了自主學計畫 為什麼要夠自主學計畫 因為我們很期待從自主學計畫裡面 一樣喔 我們要看不是你有這個東西而已 而是你到底有沒有這個能力 那是什麼能力 是自主學習的能力 自主學習的能力 所以兩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既然看的是能力 我們既然看的是能力 做什麼主題就不是最重要的 不能說 大家不能難以說 小孩做這個主題 是跟我身體學習沒關係的 那是不是就先扣20分 沒有這回事 因為我們要看的是自主學習 你還是可以扣到我剛剛講的嘛 每一個東西最後都是要看能力或是特質 你到底有沒有自主學習的能力 為什麼我們要看 因為大學是一個極度需要自主學習的能力的一個產域 因為學生在高中以前 都是各位家你們還辛苦 還有各位市長你們逼出來的 成績 都是你們逼出來的 這些事情在大學周通都會消失 他可能都恨不得讀外縣市 脫離你們的掌握 然後大學老師也不會逼他讀書 同學只會找他去玩 這些東西到了大學周通都會消失 最後能夠讓他自己能夠讀書的狀態 要不如他很喜歡這個學習 他真的很喜歡 要不如他很有自主學習的能力 所以我們會希望從這裡能看出學生的能力 所以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是學生有沒有自己規劃 自己計畫 自己做計畫的能力 還有調整計畫的能力 計畫不會一次就做好 你要調整修正 還有時間管理的能力 這些東西才是我們想看的 所以要跟大家講這個事情 我們要看是背後的能力 所以你要告訴我們你根本的計畫是什麼 那你中間怎麼修正 然後你怎麼運用時間 至於你的結果做得怎麼樣 並不是我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很重視你的學生能不能自己學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你的學習態度 因為高中所有的課程幾乎都是被逼得要上 課綱規定你要上就上 但是自主學的主題是你自己要定的 你自己說要學的 如果你連自己要定的主題 都展現不入你的學習態度的話 其實我們會很擔心你到了大學之後 你的學習態度很難展現 所以學習的態度跟熱忱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 你要能夠在你的資料裡面能夠展現出來 讓我們看出來 你這個是很有學習的熱忱 所以我們會看得出來 好 所以講到這裡 大家就會發現到一件事情就是 學習一層自術 就是自賺跟突出計畫很重要 什麼東西都要寫 寫了之後才能證明 你得有這樣的東西 可是問題是大部分的學生都不太會寫 大部分的學生都不太會寫 怎麼辦 都不知道怎麼寫啊 每次都寫我的家裡有幾個人 爸爸媽媽從教的開放的態度教導我 培養我 積極進取樂觀人生觀 我很喜歡化學 我很喜歡數學 我都參加很多營隊就這樣子 大家不要笑 現在我們都還是收到這樣子的資料 十個四個都這樣教 我跟大家說 不用不用擔心 我們很多的大 因為也知道你們不會寫 我們就會透過準備指引 用問題的方式 引導你們寫 應該要有的自賺讀書計畫 這個是我們中央大學的網頁 這裡是現在190學度 所以大家知道說 這個是現在書審資料的 但其實沒有差太多 只要把數層 只要換成學習歷程 其實也就差不多了 裡面很多的用具 字句 其實還都是學習歷程檔案的東西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個數學系 我知道我時間快要超過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數學系 我就跟你講說 我看成績看總成績 看單科我就看數學就好 那自賺裡面他關心的重點是 你是不是喜歡數學 你怎麼學數學 你最喜歡哪個數學 跟定理跟公司的理論 他怕學人不會寫 我都告訴你重點 你還是不知道要寫這個 你還在寫我的家裡有幾個人 所以就用 大家不要想我真的都這樣 因為我每年都在看 然後我們用準備指引 用問題的方式問你 請你回答這些問題就好 你什麼時候喜歡數學的 為什麼 你怎麼學數學的 帶給你的興趣是什麼 你為什麼喜歡這個定理公司 或你為什麼有什麼新的 就我剛剛問了大家的問題 還有一個很重要 你知道大學數學在幹嘛嗎 他問的問題是什麼 你認為大學數學跟高中數學 有什麼不同 這個是重點 前面這個沒上過課沒關係 但你至少要知道 大學數學跟高中數學有什麼不同 所以這種開放 從課程裡面 從你上了這麼多課 問你最喜歡哪個定理跟公司的理論 去讓你判斷你到底喜不喜歡數學 你有沒有從數學裡面學到東西 這是一個 要把東西找到 我再一點點時間 再看一個自公信 大家最想看的自公信 很抱歉齁 我應該先把它開好 好 這裡來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傳讀字計畫 人格能力跟特質的地方 他說請你說明你的人格特質 哪裡適合讀字公信 你做了哪些準備 還有請大家看一下 你遇過最大的困難跟挑戰是什麼 怎麼面對跟解決 他就要看你的那個分析問題 跟解決問題的能力 就我剛剛前面提到那個事情 他怕你們不會寫 所以就請你 遇過你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可以是學科的 可以是非學科都沒有關係 看看你怎麼分析問題的 跟解決問題的 所以我們中央大學的每一個學系 都有做這樣的資料 大家可以去看 那是不是很多大學都有做了 對 的確很多大學 清華大學 或者是海洋大學 東華大學 明川大學 很多學校都有做 那有些是我們學校沒有的系 大家都可以上去看 雖然是現在的書審資料 但是跟未來的 跟我們學校的選材的一個精神 其實是一樣的 精神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上去看 這個我們怎麼去引導學生 引導學生我們怎麼樣去準備 寫這個資傳跟讀書計畫 那也就是說我們會希望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讓一方面讓學生知道怎麼寫 一方面我們大學端自己 也可以透過這些方式 我們能夠找到 辨別出哪些是適合我們的學系 哪些是沒有那麼適合我們學系的學生 所以我想我今天就 學習歷程檔案的各個面向裡面 就跟大家解析說我們大家來看資料的形式跟方向 還有精神是怎麼看 讓大家在準備資料的時候 不要太過於擔心 我們不是每個項目的計分 而是那個資料裡面背後 到底有沒有呈現給我們 讓我們知道說 學生有沒有具備這樣的能力跟特質 也希望能夠對各位這樣有所幫助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現在做組長兩個小時都沒有休息 我看他連喝一窩水都沒有 我相信他真的是很想把我們新的制度 不管是考試跟招生 把他更詳細的來告訴各位 那因為今天時間真的很晚 他已經九點 他還要回中壢 所以我們有不好意思擔心他太多時間 那如果各位假設 你有什麼問題 等一下到前面來 我們再給他